首先我们来讲什么是统计学 不同的学者对于统计学有不同的定义 我在这边就举两个 我觉得特别能够阐述统计学是个什么样的一门科学 其中一个是来自于陈旭生教授的教科书 它里面定义统计学是阐述如何收集分析呈现 以及诠释资料的一门科学与艺术 另外管中铭校长在他的统计学教科书里 定义统计学是一门以科学方法来处理和分析资料 从而做出推论的一门学问 我们都知道统计学的英文叫statistics 它是来自于拉丁文的status 原本这个字的意义是指跟政府 也就是state事务有关的人 所以statistics最初的用法 指的是一种描述政府事务的一种数量方法 第一个将statistics这个字引入英文 是一位苏格兰人叫Sir John Sinclair 那Sir John Sinclair他曾经花了很大的一个时间和资源 编了21卷叫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 也就是他针对苏格兰地区 大大小小从中央到地方的事务 做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收集 那当他完成这个工作之后 他就在想说 那我所编的这个像百科全书式的一个书籍 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于是他就从德文里头引入了statistics这个字 所以他把他的书名叫做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 在这里他所收集的这些事实 或者是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 不一定都是数字 所以他这边指的只是有目的去收集事实 不一定一定是跟数字有关 不过在现代我们通常来讲 我们提到statistics这个字的话 大家都会联想到跟数字有关 那statistics这门学问或统计学这门学问呢 其实大致来讲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就所谓的生命统计学 英文叫做vital statistics 这里statistics这个字呢 是当负数名词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个s 那他指的是说经过整理之后 用来描述一群资料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最熟悉的类似像人口的成长率啊 出生率啊 犯罪率啊 或疾病的发生率等等 那我们通常会用像平均值 或是比例或是百分比来呈现这些资料 那生命统计学从19世纪开始 西方很多的国家就已经开始成立政府的机构 做有系统的这种收集跟分析 那为什么从19世纪之后 才会开始进行这样的一门 收集资料的工作呢 那最主要是因为 从19世纪之后呢 西方国家呢 就开始越来越想要知道 在他统治领域之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样子政府才能够去规划 他未来想要从事的所有的活动 尤其是类似像战争方面的一些 需要大量资源的一些活动 因此他必须要知道 他目前统治之下的领域有多少的人口 每一年有多少人出生 那有多少人死亡 这对于当时的这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这样的一个工作 到了20世纪之后 几乎所有的先进国家 都有成立政府的机构 来从事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这一类的活动 我们就叫做收集到的资料 我们就叫做生命统计学 那另外一种统计学 那也是我们这门课主要要教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数理统计学 英文叫做mathematical statistics 那这里的statistics 事实上指的是单数 指的是一门学问 那最主要指的是以几率 就是probability为基础 来研究现实世界中各种的变异 英文叫variation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以几率理论作为一个基础 或者说以数学的理论作为基础 来研究探讨我们现实世界中 观察到的各种现象 彼此之间的一些差异 那因为这里会用到很多的数学理论 和几率理论 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的重要的数学家 都曾经对于这个几率和统计理论 做出重要的贡献 我们在这里头呢 列出了三位有名的数学家 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对统计学 做出很多重要的贡献 而且这三位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也就是他们的名词 名字呢 都曾经用作 或现在都用作一个 统计分布的一个名称 那最左边呢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高斯 那高斯又称为数学王子 那高斯分布就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 常态分布 中间这一位呢 叫白努力 那我们知道白努力是历史上 很有名的一个家族 因为在这个家族里头呢 曾经出过七位重要的数学家 那这里呢 是所谓的Jacob白努力 会叫做詹姆斯白努力 那我们有一个白努力分布 就是以他为名 那这右边这位呢 可能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他叫波瓦松 波瓦松是法国人 他是十九世纪中期的人 那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分布 叫做波瓦松分布 这在后面我们都会提到 那但是统计学呢 从数学里头独立出来 事实上是相当晚近的一件事情 最主要是在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呢 有几位重要的数学家 或者是科学家呢 他们呢 利用统计学呢 来分析现实的资料 而且发展很多相关的方法和理论 然后让统计学 从数学里头逐渐脱离出来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那这要归功于英国的几位重要的一些科学家 像是Francis Galton 或是Edgeworth Karl Pearson Waylen Gossett 跟Rona Fisher 那我们在这里 有几张照片 那最左边这边呢 这位戴着帽子的一个老先生呢 就是Francis Galton 他旁边坐着呢 就是Karl Pearson Karl Pearson呢 一生的研究呢 都是受到Galton的赞助 那Galton呢 在遗传学做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而且呢 他的很多科学研究 对我们现在都有影响 例如在犯罪学里头的指纹的辨识 就是最早从Galton的研究里头 所发展出来的 那Karl Pearson 我们常说他是现代统计学之父 那因为他最早把统计学的理论呢 建立出来 然后呢 发展了很多很重要又基本的统计方法 那像是卡方检定 那这我们在后面都会再提到过 那中间这位呢 叫William Gossett 那他的名字 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 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个方法 却是基本的统计学里 一定会教到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所谓的学生T检定 那我们在后面也会再提到 那最右边呢 叫Rona Fisher 那Fisher呢 比Gossett跟Karl Pearson 稍微年轻一点 他是19世纪末出生的人 然后一直活到了20世纪的晚期 那Fisher呢 对于统计学的贡献 那是非常的重要 那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里 都一定会提到他 那我们后面所讲到的一些 重要的统计方法 像是变异数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那都是他所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 什么是统计学 根据管仲敏校长 在他的统计学教科书里 他定义统计学是一门 以科学方法来处理 分析资料的而从而最后 推论的一种学问 所以统计学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从资料里头 去提取有用的资讯 然后帮助我们去做推论 那要做什么样的推论呢 就是关于这个世界 背后所运行的 这些规律的一种推论 所以基本上 统计学就是从整理 与分析资料里头 去让我们产生新的认知 和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工具 那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够发现在这个社会 以及自然世界 它所背后运行的一些种种规律 但是这些规律 它的运行不见得是一成不变的 它可能会在不同的人群 会有不同的一些结果 那因此呢 我们也想要知道 这些规律 它背后运行的 种种不确定性 那统计学就是一种工具 一种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 除了发现这些规律之外 也能够去确定这些规律 背后的一些不确定性 这些规律 也能够去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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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够去确定性